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靠遵守任何律法或者宗教的体系 而唯独不变的是来自耶稣基督 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九节所说的 你们得就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恩典是超乎我们所能够赚取或者努力所得来的 我们只能用信心向神去知取 如果我们只是把宗教献于我们所应该得的 那么或者我们可以赚得到的东西 我们就没有操练信心了 也就没有充分的享受神的恩典 这些原则怎么样应用在金钱领域里头呢 那首先 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就是 神永远不会祝福不诚实 懒惰 或者对金钱不负责任的人 在真言书的第十章第四节 圣经说 手懒得要受贫穷 手勤得却要富足 而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八节就说了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你看哪 甚是期望我们按自己的能力诚实的做工 不单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 并且也要有所剩余 可以和别的有需要的人一起来分享 帖撒诺利加后书第三章第十节经文说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你看哪 神恩典的供应 它是不会给那些懒惰的人 不诚实的人的 然而当我们真正的诚实的 勤肯的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工 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时候 仍然发现自己 哎呀 好像是紧紧巴巴的 甚至还有所缺乏呀 那么恩典的信息 就是我们不必要接受这种景况 为神的旨意 我们可以用信心来仰望神 借着耶稣基督信靠神 会以自己的方式提升我们 到一个更高的供应的水准上 超过我们自己 凭着智慧和能力 所能够达到的地步 让我们在经济和物质上 也学会应用信心的原则 借着基督神的恩典 可以无限量的赐给我们 那就是他应许要供应我们 一切的需要 并且还有剩余 可以跟别人分享的 那然而丰富并不取决于金钱 或者物质财富有多少啊 那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榜样 他没有金钱物质的财富 但却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需要跟随他的角纵啊 同时圣经也警告我们不可懒惰 不可不诚实 不负责任 在神的供应上啊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原则 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 那就是神给他子民的供应 是整体性的 他并不是将我们看为 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而是一个身体内的肢体 是彼此紧密相连 互相依赖的关系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 十五到十六节 那讲到神期待身体 所发挥的功用 保罗说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那你注意了啊 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 联络的重要 他们有两个作用 那一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另一个就是作为供应的渠道了 联络这个词表达了 不同的肢体之间的关系了 如果肢体是联络的合宜 合适的话 神的供应就能够达到全身的各个部分 没有一个肢体会缺乏的 但是如果肢体没有联络的好 也就是说啊 如果肢体没有各尽其职 那么基督身体内的某些肢体呢 就会受到缺乏的一些痛苦了 这个情况的出现呢 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足够的供应 而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态度 错了 哎呀 没有搞对呀 错了 妨碍了他的供应 临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在旧游的时代啊 当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神就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方式 教导他们这个原则 那当时你想想啊 二三百万人在荒无贫瘠的矿野里头 没有正常的食物供应啊 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 神就每天晚上赐下玛拿供应给他们 他们每天大清早起来收拾玛拿 否则的话 阳光一出来 马拿就会自动的融化了 按照当时来说 每人每天所需要的分量是一额没耳 可是有些人呢 那有些以色列人呢 却拾取多于一额没耳的马拿 有些人少于一额没耳 于是多取的就要跟少取的分享了 结果正好够用 那个人正好用一额没耳 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十四到十八节经文说 露水上升之后 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原物 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 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 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 各拿一额没耳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有多收的 有少收的 即至用额没耳量一量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 你看呢 如果他们个人不愿意这么分享的话 那么有些人就不够咯 神见着以色列人 失去马拿来教他们要彼此相顾的功课呀 这个原则一直的沿用到新约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当中 保罗为了住在犹大的贫苦的信徒的需要 写信给马其顿的众教会进行特别的募捐 保罗向哥林多信徒解释说 这是神的方法去等量攻击基督身体内各部分的需要 不让他们中间有贫富悬殊的现象 为了说明这个原则 保罗也特别提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 分享马拿的事情作为例子 保罗直接引述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十八节 那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三到十五节说到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 乃要均贫 就是要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贫了 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你看啊 这正是初期耶路撒冷教会在圣灵降临之后的运作的方式啊 路加在使徒形状的第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记载说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那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好了 这段经文指出了三件事了 第一 使徒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第二 众人都蒙大恩 第三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 使徒形状的见证借着神所赐下的恩典得着了印证啊 而具体的结果就是个人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 这就提供了一个单一连贯的见证 说明神的恩典完全满足他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领域的需要 那今天我们在基督内的各肢体也应该彼此的承担 彼此相助 叫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以此做出同类的见证来 我们与神的关系可以有两个层面的 圣经对两者都有同等的强调的 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在积极的方面呢 那基于我们的信 神将他丰富的恩典供应给我们 而在消极方面呢 神又拒绝任何其他寻求他的方法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说得很清楚 那经文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那如果让我们自己决定 人该做什么才可以取悦于神 那相信很少人会给出圣经里头的答案的 人们通常就设法基于信心以外的方式 去取悦于神 借着什么道德啦 好行为啦 教会啦 或者慈善的捐助啦 祷告的其他宗教的活动 但是如果没有信心 神不喜悦任何一样这样的行为 不管我们做什么 也不管我们的动机多么的好 多么的诚恳热心 但信心是永不能被代替的 没有信心 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悦 我们所面对的只有一个不变的神的要求 那就是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但这并不足够啊 我们更要相信神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 不但是相信神的存在 我们还要相信神的信实 慈爱可靠 这样的信呢 就是我们超越存教义或者神学 而使相信的人 与神建立一个直接的个人关系 我们在信心讲题的一开始啊 就说过了 信心把我们连于两个不能见的对象 那就是神他自己和他的话语 那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了 信心的最终的对象就是神自己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 但是神的话语 神自己的隐身呢 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心 取决了我们对神自己的信心了 如果我们一旦停止相信神 我们终会也停止相信神的话语的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 单单信教义或者神学 那不是目的啊 如果我们的信只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的话 那么我们永远不能进入 他给我们的预备的丰盛的生命当中了 神最终的目的是 使我们与他有一个直接的亲密的个人关系 一旦确定了这一点的话 这个关系呢 就成为我们一切所为的动机 指引和维系 成为生命的全员的高峰 那这样去理解的话 哈巴古先知所说的 一人必因信得胜 就不是引导我们去信一些教条 或什么神学 而是把我们影像与神建立亲密的持续 包揽一切的关系之中 大卫在诗篇的二十三篇 第一节说的正是这样的关系 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大卫不是在解释什么神学 他是在描写一种关系 在耶和华是他的牧者这种关系的基础下 他就宣告说 我必不至缺乏 这是完全保障的极美的一个宣告啊 他包揽了我们各种场合底下的每一个需要 这句简单的话就讲出了一种如此深 如此强的关系 今生永恒的每个需要都包固在里头了 那这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所带来的结果 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不信了 那看不信 他其实是基本的罪 我们已经看过 义总是单单出于信 我们现在要看他的反面 那就是罪 罪中只有一个来源 就是不信 耶稣说了 圣灵到世上来的工作是叫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八节那说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那跟着的下一节呢 耶稣特别指出 圣灵要责备人的罪是生命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九节经文说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世人最根本的罪是什么呢 就是不信 这是其他一切罪的基础啊 西伯来书第三章也特别针对不信的罪 那作者提醒我们呢 摩西带领整个一带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除了两个人 其余的人呢 却永远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而要在旷野地灭亡 因为他们不信神啊 让惧怕控制了他们的心 因为他们的不信 他们就永远不能看见神 应许他们的美地了 直到这个世代的人完全都死亡了 神才允许下一代的以色列人 进到应许之地 好 我们来看看西伯来书的第三章十二节 圣经说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 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很多基督徒都把不信当作是不可取 但也没有什么大害呀 不过这里说明了 不信的心是罪恶 是恶心 因为它能够令我们偏离神 正如信心能够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一样的 而不信呢 就能够毁坏这个关系了 两者的果效刚好是相反的 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 作者继续说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你看吧 不信会令我们的心对神刚硬 这样就令我们很容易上罪和撒旦的当了 这对不信的警告是十分迫切的 作者用今日这个词来提醒我们 它的现实作用啊 它关系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跟关系到当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 不信的恶果 对当日的以色列人和对今天的我们 是同样致命的 那然后呢 在希伯来书的三章 十六到十九节 作者总结了以色列人的失败 并且指出其中的原因 经文说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失守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我们真是要注意啊 在最后的一句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以色列人许多的罪呀 他们犯了许多不同的罪 有淫乱 拜偶像 发怨言 叛逆 但是呢 特别使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罪 却是不信 不信是一切罪的源头 一旦我们知道真正的信心是建基于神的性情之后 这一点是可以很容易的展现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相信神的美善智慧和能力 我们就永远不会不顺从他 如果在每一种情况底下我们都相信神的美善 他只想把最好的给我们 他有智慧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有能力供应我们 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不顺从的动机 因此一切对神的叛逆 如果要追溯到根源的地方 那就是从不信而引起的 从不信开头的 我们终究对神能有两种态度 一就是相信他 与他联合 另外一种就是不信把我们与他分离开来 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作者又一次的引述了哈巴古先知的预言 并且将两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 那经文这么说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那你注意了 我们一旦将生命建基于信心之上 就经不起再离开他了 因为回到不信 就只能引我们进入黑暗和灭亡之中了 如果我们要往前行 我们就必须从相信这个起点 继续的走下去 那所以我们要面对信心 毫无妥协的要求 一人必因信得生 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 人若没有信 就不能得神喜悦 凡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 那注意了 面对这些属神的要求 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到 圣经把信心比作是很贵重的金属 它的价值是很独特的 不可代替的 没有它 我们就不能接近神 不能讨神的喜悦 不能领受信 这会引起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得到信心呢 圣经除了列出神对信心的要求之外 有没有指示我们得着它的途径呢 那我要从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开始 凡有永恒价值的功课 我都是以艰难的方式学来的 那就是通过切实的体验 那接着下来 我想以一位我的老朋友 一位老牧师的见证 那跟你做这一段的一个解释 这位老牧师他说 我经过了一段的挣扎受苦 我终于磨出了这样一颗很高价的珍珠来 他说 我学会了信心是怎么样来的方式了 多年前 我在军队服兵役的时候啊 因为受皮肤的感染了 在沙漠地方军区的医院里头 待了足足十二个月 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 我越来越相信 医生是没有办法治疗我的了 那当时我刚信主不久啊 我就与主有一个真正的个人的关系 我就感到他一定对我的问题是有答案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答案 我就一再的对自己说 我知道如何 我有信心 神一定会医治我 然后 我总是补充说 但是我却没有信心啊 每次我这么说过之后啊 就发觉自己陷入了幽暗孤独的绝望的幽谷之中 然而有一天呢 一道灿烂的光 刺入了这个黑暗当中 我从床上坐起来 靠着枕头上 把圣经打开垫在膝盖上 我的眼睛顿时被罗马书的第十章 十七节吸引住了 这段经文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这里的一个字啊 完全抓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那就是来这个字 我就抓住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 那就是信心来 如果我没有信心 我可以得到 但信心又怎么样来的呢 我又再读了一遍这节经文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我已经接受了圣经是神的话语了 因此信心的泉源正在我手捧的这本圣经里头 但听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该怎么样听圣经 要向我所说的话呢 我就决定从圣经里头啊 我决定从圣经一开始读起 一开始读起 按部就班的 一本一本的 一卷一卷的 就通读一遍圣经 同时我也决定 用一些彩色的笔 把一些重要的章节 特别是有关 医治健康身体的力量 长寿的经文呢 把它画下来 有时候这样做并不容易啊 但是我就坚持下来了 我很惊讶的发现呢 我会经常用一些有颜色的笔 过了两个月 我已经看到了真言书了 在第四章我就发现 三节连续的经文 需要我用蓝色的笔 在真言书的四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那说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济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然后他接着说了 在我用蓝色的笔 勾画出这几行字的时候 他的含义也向我敞开了 我儿 这是我的父神自己 直接对我说的话呀 这话是很个别的 神在告诉我 他的话语对我能够起什么作用啊 那就是医治我的全体呀 没有什么比这段话 对我的身体 所应许的更加全备了 医治和疾病是对立的 互相排斥的 如果我能够全体健康 就没有疾病的余地了 在做了一大番内部斗争之后 我就决定做出事业了 我就开始把神的话语 当作是药剂一样的 每天服上他三次 当我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啊 神对我的意念就说啊 当医生对病人下药的时候 服药的指示是写在药瓶上的 这就是我的药瓶 指示写在上头了 我又再次的仔细的读了一遍 这几节的经文 我看到顺服神的药 有四条指示 第一是留心 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读神的话的时候啊 必须要集中精神 全神贯注了聆听神的话语 第二侧耳听 侧耳听我的话语 这就表示一种谦卑和受教的态度 我需要放下自我的骄傲 和自我的成见 开放自己的心思去聆听 第三 不可离开你的眼目 意思就是说啊 我必须把眼睛盯在神的话语上 不可把眼睛转到其他的目标上 第四 要存继在你心中 虽然神的话不是直接在我眼前的 我仍然要默想把它存继在心里头 我没有进入到突然戏剧话的好转 但是过了三个月 我发现我服的药起效了 好了 这就是我的一位老牧师朋友的见证 希望成为我们的共同的鼓励 成为我们的勉励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不断的操练 我们对神的信心 好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